然后底下呢 我们来说一下订阅 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他改的时候啊 我们并不知道 你看比如说我在这儿 比如说我这个读的 读的这个契机在这儿 我读的契机在这儿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这是25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年龄已经变成30了 但如果我这是一个view的话 我拿到的还是25的状态 我没法更新 那么也就是说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说 要我就一直轮巡 set time interview 然后每500毫秒一次 这个浏览器受得了 我也无所谓 所以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ugly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数据来了以后 我要不断的去轮巡 轮巡永远是一个 除非在非常底层 否则轮巡永远是一个 不经济的一个办法 那么我们希望说 用一个更加经济 更好的一个办法去解决 他那怎么办 我们实现一个订阅 订阅怎么做 刚才这是10 好 我们先把它缓存一下 因为我们要说订阅了 一会订阅是03 OK 好 底下呢 我们要把订阅加进去 订阅怎么加呢 订阅呢 我们是要在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它改掉 我们不要了 改掉以后呢 我们在这 说一个叫star 点 他有一个专门叫subscribe subscribe订阅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来讲 他很像你去写钩子函数 或者去写事件 就永远跟这个很像 就是说 比如我有一个事情 我要不就得不断的轮巡 我才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我告诉你 这事我关心 然后等你发现他的时候 你这事触发的时候 你来叫我一声 所以你会看所有的事件也好 钩子也好 比如component D的mount 就是你去mount 我又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mount了 你mount完了 你告诉我 这就叫订阅 所有这种方式 都是订阅模式 那么订阅的来讲 是说star点subscribe 没拼错 subscribe以后 然后它里面 要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就是用于回掉的函数 那么我们写一个 箭头函数进去 那么写一个箭头函数 因为这个箭头函数 不return的东西 所以后面必须是个大括号 然后呢 这个里面也没有参数 没有参数 必须写一个小括号 那么我们console 就是我们拿到订阅的东西 你就给我打一行log 就完了吧 对吧 这行log我们就说 subscribe subscribe subscribe吧 这是名词的形式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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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trigger了以后呢 你把star点 这里边的状态 我能盖得出来 OK 这写错了 好 那么我们看 第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一次 我改成王校长 第二次 因为你看 这个trigger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 因为这个是 掉reducer的时候 reducer掉完了以后 迅速的subscription 就trigger了 那有同学说 为什么在subscribe 在changer name的时候 没有 因为changer name的时候 你在它之前 你在describe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还没有订阅它 那么你订阅了以后 你第二次 dispatch的时候 dispatch完了以后 它马上就收到通知 所以这个是订阅模式 就是如果在某个场景底下 我们需要订阅模式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办法 Ctrl C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说的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是比较好玩的一个东西 04.js 第四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Redux 这个有一个东西叫DevTools 这个DevTools的话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你要去下载一个东西 但是我刚才在外门这试验了一下 是下载不下来 就是说你装了谷歌浏览器的时候 以后呢 你在这边能做一个 找更多工具 有一个扩展程序 然后有一个Chrome网上商店 你就点 你肯定 你这东西肯定转不出来 转半天才也出不来 如果你要能转得出来 好吧 我底下就不说了 你懂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ReduxDevTools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ReduxDevTools 你看这没有啊 就必须通过这个东西安装 这是很要命的一个事情 你知道吧 这个名字叫这个 就叫ReduxDevTools 而且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17 那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一个办法 能够先把它装上 我们先装这插件 装这插件以后再说 它跟程序之间这个怎么互动 我们先把它装上 装上怎么装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反正王校长找了一个办法 反正给你们装来了 你们也别问怎么来的 好吧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软件 就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呢 我一会会把它烤到代码的一个地方 我会把它烤到 桌面 react 不对 react code吧 对 我在这呢 会放一个叫tooth的东西 或者 别放在里边了 我就放在外边吧 我就放到这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课程助理打包的时候呢 会放在相应的这个地方 你们会找到 到兔子里来找 好 呃 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使呢 我给你考过来了 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别破坏这个文件 Ctrl C Ctrl V 我们拷贝 拷贝一个副文出来 拷贝副文出来以后呢 呃 你首先有些同学没有扩展名 得把扩展名弄出来 我一般都带扩展名 不带扩展名 太费劲了 带了扩展名以后 把它改成rar 就是把它改成压缩文件 让他问你 是不是 你就打点试 OK 点完试以后呢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还是刚才这个地方 就是在Chrome 你看这是跑Chrome 那个浏览器吗 那个 在这边有一个扩展程序 扩展程序 在他右边 有一个叫开发者模式 我放大一点 有一个叫开发者模式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缺手是关的 而且你一旦打开以后 他经常会过来烦你 问你是不是这个 要关上说这东西 有那个什么 有风险 好 你别理他 你把他打开 打开以后呢 然后加载 以解压的扩展程序 点这个东西 点完以后 找到我刚才 给你们的那个东西 TOOS 等会 这是为什么看不见呢 应该是能看得到的 还是 哦 要把他解出来 sorry 忘记了 我的错 把他解压出来 其实解压出来以后 你看哈 你看你就乐了 这里面其实 明白了吧 这就是这个 拿Wipack 打包打出来 你帮到我 连名字都没改 是吧 然后 按刚才那地方 加载 一解压程序 然后 桌面 Code TOOS 这有一个选择 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 整个有一个 这么一个 什么详细信息 乱七八糟 别管 然后 这个就启用了 在启用以后 你这个地方 它是灰的 它现在是灰的 比如你点一个LIFT LIFT 怎么跑这边来了 他现在看不到东西 这个东西 他看不到东西 然后呢 我怎么能让他用起来 好吧 能让他用起来的办法 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这 在这个 CreateStore的时候 它只有一个参数 是Reducer那个函数 参数 对吧 然后我们给他 加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Windows 点 下画线 下画线 Redux Dev 这个可别拼错了 这个拼错了 就 xten sion extension 下画线 下画线 算了 我就不那什么了 我直接把它考过来吧 这行 因为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 打错的可能性很大 然后回头我再查错 好吧 把这个东西 弄出来 当然呢 在这上面呢 我们再做一点小小的 这个改动 刚才我们这写了一个 这个 对吧 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写成这个 写成这样 这个叫做 ES6里面的 缺省参数 就是说 如果你参数进来 是一个undefine 或者什么 它跟底下这行等价 但是呢 它这么写 不是稍微的 那什么一点吗 是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是这个吧 我们刷一下 这时你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亮了 看见了吗 刚才是按的 这个地方是亮的 然后点击这 可以访问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它缺省的时候 点出来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 我 我可以 也可以右键 点儿叫 to write to write 以后把它拿过来 我不知道这个能放大 对还不错 能放大 你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 抛进来的action 开始的时候 init 然后呢 是change name 在change name的过程中 它从 这个隔壁王校长 变成了王校长 然后呢 底下是add h 然后从25变成了30 ok 也就是说 当你在调试的时候 当很多的这个消息 出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修改 谁都来修改的时候 这是你用这种办法 你能够找到里面谁改了 以及什么时候改的 相应的这些东西 diff呀 action啊 state呀 trace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都可以 好吧 这是一个 我觉得redux里边 做 就是所有这个react里边 做的为数不多的 比较良心的工具 就是拿出来以后 看着 你看着觉得 这个这个整个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ok 那么就是说 关于redux 那么我们能够 大概的 整个这个圈 刚才我们说呢 单向流那个圈 就ok了 那么底下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redux 用到react里面去 好 我们把它关掉 大家 beneficial 再见 我 爱你 感谢观看